大家好 我是Dr. Wes 劉榮干医生 很多人都想知道 维他命C对付新冠状病毒有效果 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维他命C是有机会有用的 但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之下有用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是什么情况才有用 维他命C有机会在一些非常重症的新冠状病毒病人身上是有用的 其实不单止是新冠状病毒 其实任何严重的感染 产生我们叫做Septic Shock 或者中文叫做感染性优客 或者我们叫做败血症 这些情况之下有些研究显示 维他命C可以减低死亡率 在这些情况之下 用的维他命C就不是说我们一天吃几粒那种 而是超级大剂量的维他命C 还有很多时候不是吃的 是打针地打下去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身体的发炎反应对我们有利的 以最简单的一个情况 假设有细菌感染我们的皮肤 这些蓝色粒粒就是细菌 它就感染我们皮肤里面 这个就是皮肤下面的血管 正常是很窄的 有些血经过 如果细菌开始感染之后 就会变成这个情况 这一个情况 就细菌走进来 开始有些发炎反应 大家看到那些血管 就变粗了 即是说血管 其实可以抗张 变粗了的话 就像大水喉那样 就多些血流经 看上去就好像红了 热了 这个过程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意思就是多些血经过 多些白血球过来 就帮我们清除菌 杀菌 控制感染 帮我们尽快复原 所以隔一段时间之后 发炎控制了 皮肤就会变成正常 但是当我们有些很严重的感染 包括COVID-19 即是包括新冠状病毒 它会引起一种情况 我们叫做Septic shock 中文它就叫做感染性优客 大家一听到优客 当然只为暈低优客 其实医学上 不是这样的意思 简单说 Septic shock 就因为细菌 或者病毒感染之后 因为太过严重了 就令到我们的主要器官 不够血供应 或者不够氧气供应 就叫做shock 或者优客 这个意思 即是说不是暈低 即是说是不够血 不够氧气去到重要器官 原理简单说 正常来说 我们的心 经过血管 就泵血去到重要器官 这个就是我们的肝 Mr.肝 正常状态之后 正常状态之后 我们的心 就泵血 如果肝 就够血 就很快 正常运作 但如果有些很严重的感染 包括Covid-19 或者其他感染 也好 就令到我们的身体 有些不受控的发炎反应 或者有些人叫做细胞因子丰部 或者是什么 它会令到我们的血管抗张 即是和刚才我们的皮肤受感染的情况一样 但是如果很大堆的血管都抗张了 有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意思是 血管里面都抗张了 所以血就滞留在血管里面 重要器官 譬如肝 这样计算 得到很少的血 不够血 不够养分 它就运作不了 不单只是肝 也包括神 其他脑 那些重要器官 不够血的话 它慢慢的功能就会变差 接着 就会 shut down 就会死人了 因为各个重要器官 轮流就失去功能了 那这种情况 我们如何去医呢 其实在医院里面 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些 叫做 血管加压药 这些药 就打入病人的身体里面 其实很简单 有些原理就是收缩血管 打入病人之后 我们可以将这个情况 逆转 简单说 就将血管收缩 这样 就不要这么张 就收缩 倒转 情况就好像正常 那样 即是说 血管一收缩 将血液 擠到肝 或者重要器官 这些器官 就得到足够血液 足够氧气 它便可以保持运作 保持运作功能 比如现在 大家去商场买东西 有些店铺在门口 闭着你 要先探热 一次过 店铺只得入数个人 那样 消费当然不够了 因为太少人进入店里面 所以原理就差不多了 即是说 太多血液聚在血管里面 但没有进入到重要器官里面 即是说 不能进入店铺消费了 所以回来 如果疫情过了之后 我们能够在门口里面 排队的人 人肯探热的人 尽量减少 全部人都擠在店铺消费 那我们可以多买很多东西 便可以健康 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常用的血管加压药 除了说我们有些针药 也有包裹这种叫做 non epinephine 或者有些叫做 epinephine 这几种都是我们常用的血管加压药 除了说我们有些针药 打进病人身体里面 其实这个dopamine 和non epinephine 是可以在人体里面做出来的 即是说我们的身体里面 就会从一种叫做 Tiroxene的物质里面 一路经过不同的 经过很多个步骤 就制造些dopamine 或者叫做non epinephine 其中这个过程里面 就会用得到维他命C 即维他命C 就会帮助我们 做多些这些血管加压药 近年是有好几个研究 就发觉在这些ICU的病人身上 如果他有这些感染性休克的话 使用这些超大剂量打针的维他命C 就会减低死亡率 或者会令到他呼吸衰竭的情况有所改善 也有些其他的研究结论 就觉得是没有好处的 当然这些医学上的东西 很多时候都是有两方面的意见 到今年迟一点 就会有些更可靠的研究数据出现 但是底线就是说 维他命C 就算我们使用 会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 会不会很危险 大家要了解到 维他命C 我们是归类做一些水溶性的维他命 水溶性的维他命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分量 我们用到很大也好 因为它就不同一些脂溶性 就是说融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 它会积聚在我们脂肪组织 很久都不离开 比如说维他命A D E K 它是可以积聚的 但是维他命C 是水溶性 就是说 就算剂量很大也好 它多数都是经我们的小便排走 你说大的副作用 如果剂量已经大 就有些会腸胃不舒服 肚射 或者增加了患神石的机会 这些东西 说不上是什么危险的副作用 即使说 就是有些人都觉得 在ICU病人里面 用这么大剂量的维他命C 究竟用处是否真的那么大呢? 也有些伤绝的余地 但是呢 既然的害处不是那么大 而病人也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的话 那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如果有用的话 救回命也不是坏事 所以在新冠状病毒的病人身上 尤其是重症那里 也有医生主张用这些大剂量的维他命C 打静脈注射去治疗 那么多人效果如何呢? 我们也是在等待 等待多一些的研究资料 就是我们才能够做个结论 那无论如何呢? 这个就是一个特定的情况使用 那一般大家 我说平时吃维他命C 能不能够预防这些新冠状病毒呢? 可以告诉大家 就完全没有证据 证明是真的可以预防到的 如果说平时吃维他命C 如果预防这个新冠状病毒呢? 恐怕就未必真的很有效果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那我这个频道呢 主要是用一些简单的方法 解释一些复杂的医学问题 那如果家里有青少年的话呢? 那你也可以考虑 让他看看我这些影片 看看他会不会对这个医学有兴趣 或者启发到他将来读医科都不出奇 如果你得到这些点有用 经计留意 警察 病毒 下次再见 拜拜